做夢 做夢是 張開眼睛就會失去這回事 可能你已經會忘記做夢 做過些什麼 我現在做的事是 做的是我想做的事 所以我不會說這是夢想 我會說這是理想 即是我想實現的事 我就會去做 我是Janette公子山 我是冰雪攀燈運動員 一路有很多不同的緣份 在攀兵的過程中會發生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奇妙笑 在我人生上出現 由第一次接觸到Dayga 應該有10年 我是17歲 第一次參加童軍的活動 去了加拿大逛雪山 之後就第一次接觸攀兵的運動 回到香港三年之後 我們的教練就邀請我 成為香港冰雪攀燈代表隊的成員 就代表香港參加比賽 我覺得其實最吸引就是 香港沒得做就會更想去做這件事 還有看看自己可以做到多少 因為做不到的事 所以更想去做 就是因為我攀兵和逛雪山的關係 我都認識了一個加拿大籍的教練 那個教練其實是影響了我很多 我們去加拿大比賽的時候 運回去的時候 他都會特意帶我們去攀兵 教練一直走的時候 會一直跟我說關於森林系 自然系 和雪山、冰山 怎樣形成 為何會有冰川 為何會有雪崩 他會一直教你很多東西 但如果你在香港 上一個普通的生意課程 根本沒有機會會聽到這些 或者沒有機會會學到這些 去年他邀請我去尼泊爾 逛雪山 逛了6800米的雪山 我覺得這個機會是很難不能可貴 所以我辭了我的工作 就跟他去尼泊爾 行雪山 我覺得跟行雪山這個關係 可以拉近很多 他現在其實是77歲 以77歲的人 還可以有心有力的 拿著冰斧去攀兵 我覺得是很不容易 到77歲 我也想像我這位加拿大教練 這樣去繼續走雪山 繼續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我覺得我的人生都比較特別 每一次你想停下休息的時候 總會有些東西會推著你 向前走 團火快要關閉的時候 就會突然穿回 所以今年出賽之前 其實我也有懷疑過 究竟是否要代表香港再出賽 在香港要拿著 支冰褲在一個攀石場地 去練習是很困難的 不能穿著對比賽的冰鞋 或者冰爪 去踢牆 或者去感受鞋的擺位 所以這個是最大的分別 因為腳位的不同 會影響出手的位置 或者高度 去到比賽 就不知道要怎樣擺 才可以令到自己身體 可以達到最遠 然後就認識了一個 另一個攀石場的經理 他看到我拿著一支冰斧 他又很有興趣 然後他又很努力 去練體能 就為了各個體能測試試 去入港隊 我有時都會說 如果不是你入選了 我應該都不會去的 我給我一個原因 繼續堅持 今年的意外收穫 就是我在速度賽中 第一次入到決賽 想跟發緊夢的人說 就是 是時候要把這個夢想 變成理想 只要你肯走 起碼每一步都是 越來越近你想做的理想 如果下年我還參加世界賽的話 我想下年的目標是 在難度賽中 會入到Semi